我覺得結論就是說 克斯坦說的比做的還多 你有跟總統說覺得他都還沒有選舉 對,他的每一個行程我看都是選舉行程 就開始找地,找來找去 或是旅長的意見 就是那個法令的規定有意見 找議員,議員嘛,都是官官這樣 找黃世堅,太極拳打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辦法 後來我透過方法要找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的一些自由告訴我 很難找他,你不要找他 你不得其門而入 這麼樣一個重要的事項 是為了推動他的政見 結果他事不關緊要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克斯坦說的比做的還多 總統說覺得他都還沒有選舉 對,他的每一個行程我看都是選舉行程 人家都以為他是市政的推動 市政推動不是在那邊跳舞啊,體操啊 總統說他會交代農委會 所以盡量配合都成立一些事項 柯文哲要選總統的話 沒有解決農業問題 他未來的活動的問題會更大 因為我們的協會會一直盯在這些問題 在那邊有些問題會更大 香港人的情況更大 香港人的問題是一個 走途便宜的問題 香港人的問題 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取得的